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Steven 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学习和研究在项目的实施阶段 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课是什么一个大纲 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节课第六讲 我们讲的一些东西 第六讲的我们讲了一下项目实施阶段 跟踪项目的进展情况 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东西 那节课里边我们讲了一下 一个目的和他那节课的一个简介 第二个就是我们讨论了一下 这个跟踪项目进展的重要性 我相信大家都有了自己的一个认识 第三个我们就是讨论了一下 这个跟踪项目进展的一个讨论 就是说这个里程碑量化考核 这个绩效体系 也是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方式 第四个就是具体的一些措施 我们在做在项目实施阶段 我们控制这个项目进展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些具体的措施 下面的这么四点 我相信大家在课后的话 已经进行了语习 已经进行了复习 第五个就是我给大家复制了一个 简单的一些作业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完成了 好 那讲完了第六讲 我们紧接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讲 在项目的实施阶段 管理项目执行状况 我们需要做一些东西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 我们的一个目的 本节课我们主要就是介绍一下 在项目的实施阶段 项目执行状况的一个总结和分析 好 来看一下第二个项目执行 项目管理执行状况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 同样分为下面的五个点 来看一下第一个管理项目的范围 你怎样去管理这个项目 那在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对整个项目的范围进行管理 那目的是什么呢 那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们项目中应该做的工作得以完成 我们需要定时定期去向这个项目经理或者leader进行去汇报 我们同时保证我们项目团队没有在不必要的项目外工作 花费项目资源 我们项目经理或者项目leader要以项目交互物 也就是说你项目执行完成的一个情况 一栏表作为一个辅助的工具 去带领这个整个项目团队检查项目范围的执行情况 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 我们出现任何的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差错 规避一些小的失误 那如果不能按照原定的验收标准得以验收时 该则该交付物出现偏差 那如果说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这些细小的偏差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那结合我在这个公司中的一些经验来说吧 我给大家分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以下三点 第一个就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方向 那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吧 分析一下我们这个整个项目过程中 范围出现偏差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找到原因 找到了原因以后我们才能去解决 第二个就是我们确定了既定范围偏差的态度 对这个偏差是可容忍的 或者是说不可容忍的 那有了这个态度以后 我们再去进行采取正确的这个纠正措施 防止它再次越陷越深 偏离我们正确的这个项目计划的这个实施的这个轨道 第三点就是对项目计划范围进行整个调整 那这一点呢我们在遇到了这些误差 或者说是一些小的失误以后 我们要及时的那这个就是项目经理 然后我们全体人员参与这个项目的全体人员开会 及时的调整 在项目的计划阶段 我们能调整的这个做的这个计划 你需要对这个项目范围计划进行调整 来适应 就是来适应这个整个项目发展的一个情况 好 这就是在第一点啊 我们要管理这个项目的范围 第二点 来看一下 我们要管理项目的整个进度 好 在这一点里边 项目的项目进度的偏差 差一个字 项目进度的偏差是衡量项目执行表现的重要指标之一 如果不能对进度的偏差进行及时有效的管理 可能会造成比偏差本身更重要的影响 如出现偏差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 那这些措施也是我分析总结 第一点 第一个大点 就是分析进度的偏差原因 可能包含这下面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可能团队内部问题 团队内部的原因 可能就是说团队内部不合 或者是团队人员的离职 等等造成的这些原因 第二个就是项目的执行中 执行组织中的原因 这可能和这个项目经理 或者说是你负责这个项目的leader 有一定的原因 那这个原因我们应该从他们自身去找 第三个就是需求方的原因吧 因为需求方在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 需求方那边就变来变去 项目各种变来变去 什么需求变来变去 导致我们这边就不可控了 第四个就是一些外部的原因 这个外部的原因包含很多 我就不一一对数 那第二个点就是我们要确定激发 就是已经制定了那个进度的拼差的态度 还是和上面一样 对这个拼差我们是容忍的 还是不可容忍的 容忍的话 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纠正措施 那不容忍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要推导重来 或者采取更严厉的一些措施 来去防止这种进度的拼差 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进度的拼差 关注这个进度的拼差 第四个就是对项目进度计划进行调整 同样跟第一点 跟第一个在项目管理 管理项目范围里边 我们说的一样 我们要对整个项目的进度计划进行调整 来从而来适应我们这个出现偏差的这么一个情况 好 就是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管理项目的质量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就是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我们要在项目质量保证专员的代理下 根据项目质量管理计划进行定期检查 这个质量保证专员 但如果是在大公司的话 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专员 那如果是在中小型公司 这个项目专员我们可以理解成为 就是说 理解成为这个项目的leader 或者是质责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 在他的代理下我们根据项目质量管理计划 就是在项目计划阶段我们做的这个表格进行定期的检查 从而确保我们在整个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 这个项目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这个管理项目的质量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 我们来看第四点 就是管理项目的人力资源 那人力资源的过多投入可能会增加项目预算成本的增加 人力资源技能水平低于预期值 可能导致项目质量出现了问题 而人力资源能及时到位 不能及时到位 不能及时到位 人力不自由的写错 不能及时到位 可能使项目延误或者停滞 那这三个点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然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常见的人力资源出现的问题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项目人力资源出现不足 就是出现团队内部这个人员的离职 在后面我们会讲一下 我们这个作为这个项目的经理或者项目的leader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和这个项目的参与人员进行沟通 那这是第一点 人力资源出现不足 好 我们再看第二点 第一点 那项目关键人员的流动 就是说这个项目中流砥柱的这个人员的离职 或者是外派等等一些情况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关键人员 我们就是这个核心开发人员 核心运文人员 核心的架构师等等 出现了离职 DEC 那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项目人力资源计划进行做一些调整 针对这以上出现的这些问题 我们要进行一些合理化的一些调整 这就是人力资源出现的问题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点 我们要管理项目的成本 那这个管理项目的成本 它是一个广义的范围 成本包含可以它可以包含上面 比如说人力资源 这也是算成本 比如说我用的这个服务器的资源 我的这个 比如说我外界想要得到的一些资源 网络的一些资源等等等等都是一些资源 我们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去降低这个项目的成本 从而尽可能从而最大的使利益 从而使利益最尽最大的就是利益化 好 这一讲里边我给大家比较简单 我给大家讲了一下 在项目实施阶段我们管理项目执行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出现我们需要做些做哪些东西 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我们需要去预防哪些东西的发生 好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项目直施阶段的管理项目执行的状况 好 最后来再看一下 这一节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客户作业 第一个就是同样就是理解一下我们本节课程 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 希望大家好好的去理解一下 用自己的话去组织一下 第二个就是复习一下下一节项目实施阶段 我们去怎样去管理项目风险和问题的相关内容 下一节我们会讲到项目风险的管理 这个东西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希望大家下去了以后好好地去预习或者去出习 总理来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认真地完成 好 那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下节课再见 好 再见 谢谢 谢谢 faktiskt 摇顿